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国会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首份国情咨文 其中特朗普提到了朝鲜 为了凸显朝鲜金氏政权的残暴 特朗普还请了特别来宾 包括被朝鲜虐待致死的美国大学生沃姆比尔的父母 另外一位则是在朝鲜曾经挨饿受冻 遭酷刑毒打之后成功逃离朝鲜的脱北者驰骋号 特朗普讲述这位脱北者经历的片段 媒体形容那是最多洋葱 最让人动容的一幕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情咨文演说当中 特别讲述了一名脱北者驰骋号 离开朝鲜前的悲惨遭遇 1996年年仅十几岁的持成浩因为饥饿 试图冒险要偷走火车上的煤以换取食物 结果他饿得没有力气而昏倒在铁轨上被火车碾过 与死神擦肩了过之后 持成浩最终成功逃离到韩国 虽然已经离开朝鲜 不过他依旧住着当年他的父亲送给他的拐杖 并希望这把拐杖能够时刻警惕他 自己是克服了千辛万苦才拥有如今的一切 当特朗普讲述持成浩的经历之后 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时情绪激动的持成浩 勾勾举起父亲送给他的拐杖 久久不得自已 目前持成浩定居在韩国 除了帮助其他脱北者 他也向朝鲜人民传达金氏家族独裁的政权真相 在被问到今后的愿望时 还是不难发现他依旧心气着自己的祖国 然而朝鲜要走向开放 和平的道路似乎遥遥无期 因为有消息指出 平壤政府计划在平昌冬奥会前 展示多枚弹道导弹 企图向美国展示军力 这一位接下来的朝鲜半岛局势 注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